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星老师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行周一六摇预测占卜入门到精通的系列课程讲座 这个课程呢,共分为49讲 从零基础呢,介绍周一六摇占卜预测的各项内容 以及六摇占卜的注意事项 还有配套的六摇占卜案例基金 总共呢,360个案例 配合呢,我们49讲的讲座 让大家呢,从零基础开始学习六摇占卜预测 那么通过这个视频的学习呢 大家能够快速的掌握六摇占卜预测的方法和技巧 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三年前六摇占卜预测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更新 这个系统呢,课程会更加清晰 更加系统的讲解六摇占卜预测 今天呢,我们讲第一讲 周一六摇预测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一讲里边呢,我们主要讲六摇占卜的介绍 六摇卜预测的发展过程 六摇占卜主义事项 以及六摇卦的一个显向方式 和一个完整的六摇卦项的一个分析方法 那么在这一讲里边呢 我们从六摇最基础的开始 大家掌握,你去学习这个预测方法 最起码对它的一个过程有个了解 不求详细的了解 但是最基本的要有 这一讲呢,就从这些方面给大家介绍 那么六摇占卜预测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测方式呢 它是一种非常灵活,智能,随机,精准的预测方式 说它的用处呢,非常多,非常广泛 在民间呢,我们经常说的算卦 指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六摇占卜 所谓的算卦,就是六摇占卜 所谓的算命呢,就是八字预测 就是用我们的出生时间进行算命的一种方式 算卦和算命呢,很多人搞不清楚 实际上呢,它两个有个本质的区别 算命呢,你的分析的时间是固定的 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进行人生的一个命运驱使的分析 而算卦呢,它是非常灵活的 它是非常随机,也可以说是智能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它会针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发展趋势 激凶趋势进行一种呈现 那么在这个卦象没有出现之前 你是不知道你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理论公式 什么样的天干地支 去分析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 而八字呢,你无论任何时候去算 你的出生时间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算命和算卦有个本质的区别 算命呢,是解决一生的问题 算卦呢,是解决一件事情的问题 所以说呢,六窑算卦,六窑占卜 常用于某件事情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这里边呢,咱们要把算命和算卦区分开 并且呢,要知道 算卦,六窑占卜呢,是非常灵活的 灵活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后边会讲一些六窑起卦的一些方式 这些呢,就租建它的一个灵活性 那么智能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它会根据你心里边最想知道的问题 去选择卦象的一个呈现 也就是说你摇卦的一个结果 它不会说呢,你问某个事情 卦象呢,一定会显示你这个事情 它不是按照你的意向去 主观意向去知道 而会显示出对你帮助最大的这种卦象 所以说它很稚嫩的 所谓的随机是什么呢? 你在卦象出来之前 你自己不可能知道 你这个卦象会出来什么样子 所以说它是随机的 不像八字预测 任何时候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八字预测呢,叫固定尺预测 而六一卦卦呢,又叫随机式 随机预测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呢,最重要的 它会很精准的描述 呈现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过程 所以说六一卦预测呢 是我们卦卦预测体系当中 最早的一种方式 早到什么程度呢 易经的出现 或者说挂项的出现 它六一卦卦的这个前提 或者说占卜的这个前提 这个东西呢 它就随之而生 那么六一卦卦呢 可以测什么事情呢 上科测天 下科测地 中科测人士 可测天地归神 所以说只要你有问念 只要你有疑问 六一卦卦象呢 都会通过这种方式 给我们呈现出来 所以说这种预测方式呢 它可以说是通过我们人类的诞生 就已经隐形地存在了 只不过呢 在发展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的被提取出来 被细化 被精化 那么六一预测呢 从整体的发展来讲 它源于易经 因为我们在六一预测的时候 用到的是六十四卦这个卦象 那么六十四卦呢 源于易经 源于易经的最基础的八个卦 有八个最基本的经卦 八经卦 这个呢 我们后边会讲 所谓的八经卦呢 就是 钱 对吧 坤 更顿 顺利 更坤 对吧 就是这八个简单的卦 三化的卦 叫做八经卦 通过八个单卦之间的相互组合 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形成了一个六谣的卦 那么这就是一个六谣的一个体系 总共呢 是六十四个卦 所以说六谣预测呢 源自于易经 就是因为它借助的是易经六十四卦的这个体 但易经预测呢 又有本质的区别 易经呢 是六谣预测之体 六谣预测呢 是易经之用 我们说说的风水 算命 算卦 齐门顿甲 梅华艺术 等等的 所有的预测方式 包括风水 面相 都与易经 有分布 不可分割的关系 或者说呢 易经 就是大家说认为的 算命的书 实际上呢 算命 预测 风水 只是易经的一个部分 易经呢 它包含的东西呢 远远要超于我们预测体系 所掌握的 所以说呢 不要认为易经就是算命的 算命的 只是易经 应用的一个分支而已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还有很多很多种用用 比如说中医 比如说哲学 比如说 泛泛的这个各种的理论体系 说易经呢 是放子四海 解准的一个体系 预测呢 不要想着预测 易经就是算命的书 这个呢 我们做预测的 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与六一预测 对吧 相近的还有个预测方式叫什么呢 叫魅华艺术 六一预测和魅华艺术呢 也有本质的区别 六一预测呢 注重礼法 这个礼法呢 指的就是五行深刻 他是通过五行深刻 去推演人事物 发展变化的一个学术 当然呢 他礼标在注重礼法的同时呢 也注重相 注重数 但是呢 最重要的六一预测呢 他有一套礼法去遵循 那么礼法呢 就是五行深刻制化之礼 而梅华艺术呢 注重相术 注重相法 他就比较灵活 因为同样一个卦 不同的人 不同的生活经历 不同的见识见解 他取相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你一个二十岁的人 和一个五十岁的人 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卦相的取法上呢 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学了同样老师的东西 知识体系 但是呢 你的人生经历不一样 你面对的社会阶层不一样 面对的预测对象不一样 那么你说用的分析方法 也要调整 所以说呢 这就是梅华艺术呢 注重相法 而相法呢 又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它的灵活程度呢 不仅仅在于 它的一个起挂方式的灵活 更在于它分析的灵活 缥缈 没有一个固定式 不像六一预测呢 它有一些重要的理法去遵循 你最 只要遵循了这个理法 你的分析呢 就不会出现偏差 在基本定性上 不会出现偏差 但是在相法上呢 你的不同的取向方式 产生的结果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是六一预测 与梅华艺术 它两个呢 都是用六十四卦去预测的 所以它两个呢 我们做一个 六一占卜的一个学习者而言 是一定要怎么样啊 懂得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分开的 所以说在这一讲里边呢 这一小节里边 我们要知道六一预测 它的一个用处 它的一个出处 还有呢 它给它相近的一些预测方式 以及与所有的预测方式之间的一些区别 那么六一预测 它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和演变呢 那么六一预测呢 刚才讲了 或者说占卜 我们在这里边呢 可以把这个范围呢 更加扩大一下 叫做占卜 实际上占卜呢 从我们人类产生 就有了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去选择 做出一个激凶的选择 所以说这就有了占卜 它做我们人类思考的一种参考模式 那么六一预测的前身呢 是在春秋时期 以及上古时期 这个呢 是六一发展的一个前身 那么在上古时期呢 我们知道 原始时期呢 就是甲骨 没有记录文字的东西 就是节生济世 或者说把一些重要的事情 刻到甲骨上 刻到树骨上 乌龟的磕上 树的 大的一些动物的骨骼上 去济世 那么呢 这时候呢 预测呢 产生的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硅甲 还有瘦骨 放到火里边去烧 通过这个硅甲 瘦骨烧完之后 通过它背后的裂纹 说成像的一个像 去进行一个 激凶趋势的分析 那么这时候的分析呢 它参考的什么呢 就是卦像 这个卦像呢 指的就是八卦 对吧 指的就是八卦 千对礼振 讯堪更困 这个八卦的一个卦像 甚至呢 不只是这个卦像 意经的卦像 而是有更加复杂的一些 相形图案 进行去一个分析 那么在这时候的分析呢 它指什么呢 它是一个像的翻处 就是只是通过它的一个形象 去分析这个激凶趋势 所以说在上古时期呢 是硅甲瘦骨 只用到一个像的翻处 因为那时候呢 可能人类的这个智慧 思维呢 比较单一 没有竖这个概念 所以说就是像 通过这个像是末去分析 那么到了春秋时期呢 这时候呢 意经已经发展周易 对吧 已经出来了 那么在周易之前呢 实际上还有两部意经 是连山意和归藏意 也叫归藏意 这个呢 是个多音字 那么意义 有连山 有归藏 有周易 但是呢 连山归藏 都属于一个实传的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周易 周文王说撰写的意经 在文王这个意经体系里边 已经出现了挂词 谣词 把八卦呢 分为后天八卦 这个我们在后期呢 也会去讲 也会去专业的 做一个小节去讲 那么 大家都认为 周易本身 之前呢 就是八卦 叫先天八卦 前对离阵 训坎更困 到了周文王 被拘之后 拘于游礼城之后 推演了周易 那么这时候呢 才由八卦 变为六十四卦 这是现在大家都认为的 一种说法 而实际上呢 在周易之前 已经有的连山和归葬 也是六十四卦 也是六十四卦 那么在学术考究方面 现在有了资料 给出了资料方面呢 认为连山和归葬 以及周易呢 都是六十四卦的一个体系 只是呢 在卦象的排列方式上 不太一样 每一个卦 第一个卦 第二个卦 卦来排列顺序上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 那是乾坤 推蒙 许宋施 比小旭席 李太平 这样一个六十四卦的 卦名的一个排列方式 那么在连山归葬呢 他的排列方式 并不一样 所以说周易呢 并不是说六十四卦 从周易这边出来的 而是上古时期 已经有了 那么在春秋时期呢 孔子 对吧 对周易呢 进行了一个演变 五十多岁的时候 对吧 开始学习异经 所以说孔子说了 加我数年演绎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人生呢 绝对不会是 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知道呢 孔子一生呢 前半生 也是很穷困潦倒 非常非常的有才华 展示不出来了 周游列过去展述 他的思想和学术 但是呢 处处碰壁 连吃饭的这个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伟大的圣人 也要经历一番苦难 才能有所成就 那么一经呢 告诉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通过这些经历去总结 通过卦象去分析 说说孔子呢 五十多岁的时候 开始演绎 对异经呢 做了大量的批注和注释 并且写了异传 写了诗传 也叫诗异 什么大传 小传 团传 说卦传 续卦传 杂卦传 等等的 成为异经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异经的书籍 也是学习异经的书籍 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 里边呢 都包含了挂名 挂象 挂词 瑶词 以及相传 团传 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把它组合到一块了 好了 这是呢 我们在春秋时期 异经的变化 做一个讲解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春秋时期 测挂方式呢 变了 它形成了一个大艳术的一个补挂方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试草补挂 现在呢 也有人用筷子 等等了 总之呢 它起源于这个 认为这种呢 自己像推演异经一样 那么这个起挂方式呢 是怎么样 拿五十根试草 或者说五十根筷子 取出一根 而不用 然后呢 用四十九根 进行一分为二的逐次的去分析 通过最后鱼出来的数 得出老阴老阳 少阴少阳四项 进行个分析 最后呢 得出一个挂 那么在这时候的分析呢 它所用到的是什么呢 所用到的是 是挂词 六十四挂的挂词 比如千为天 千挂的挂词 以及瑶词 这个瑶词呢 就是我们挂项的 有六个瑶 对吧 我们看 其中的哪一个瑶 发动了 又动了 它就有变化 我们重点呢 关注这个瑶的瑶词 它的一个意象 我们去分析 事情的基凶 说在这里边呢 春秋时期 它在预测方式上呢 除了用挂项之外 已经加入了一个树的范畴 所谓的这个树呢 为啥是取五十根石草 取五十这个树 然后又用一个而不用 最终呢 用的是四十九 对吧 在四十九当中呢 要进行不断的一个 一分为二的裂变 去分析 这个呢 在春秋时期 挂项的呈现方式上呢 已经出现了树 的这样一个概念 好了 那再往后边发展 在春秋时期呢 它用的呢 还是六十四挂 本身的一个挂词 瑶词 这样一个内容去解读 去分析 那么这个过程呢 还过于复杂 那么到了汉朝 具体来讲呢 是西汉的时候 京房式呢 对挂项 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改进 这时候呢 出现的也就是我们六摇 挂的一个前身 所以说上古时期 春秋时期呢 是我们属于一个最原始的一种预测方式的话 那么汉朝 京房对易经占卜预测的贡献呢 是历程碑士的贡献 是成前起后的贡献 他进行了什么样来改进呢 他把六十四挂 分为八个公位 我们知道八挂呢 八挂 对吧 六十四挂呢 由八挂两两组合构成 那么呢 后来发展了六十四挂 在预测当中呢 是用的像挂词 瑶词 但是到京房呢 感觉着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类的文明的提升和进步 这个呢 通过像树 这个范畴呢 已经解决不了人的一些日常预测需求了 那么就大胆的对挂像进行了改变 把六十四挂呢 分为八个部分 每个部分有八个挂 所以说六十四挂分为八弓 每个挂弓呢 有八个挂 这八个挂呢 属于挂弓的这样一个五星 比如说前弓的八个挂 千为天天风垢天山顿 对吧 等等了 八个挂 这八个挂呢 他的五星都属金 对弓的八卦 千弓的八卦 五星属金 阵弓的八卦 迅弓的八卦呢 有十六个 两个弓有十六个挂了 五星属木 进行了挂像分八弓 在分八弓的基础上呢 还不拉倒 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改革 把我们的天干地支 装入到我们的六摇体系当中 就是把挂像当中的每个摇 装上了一个地支 装上了一个天干 并且呢 我们呢 还装了一个适应 这样一来呢 挂像就更丰富了 所以一个挂像呢 有原来单独的挂词 摇词变成了 有挂名挂词 摇词 还有呢 你说属的地支 说配的天干 说这个挂 本身的一个五星 说在的一个挂弓 还有呢 是摇 硬摇 等等了 这样一些细节的方式 那么这时候呢 一个六摇挂像 它就比较全面了 它就比较全面了 这个方法呢 在经方的时候 我们叫做纳甲试法 这种体现呢 它出现出了像 对吧 最初的挂像 数 它要通过什么呢 一些预测方式 进行一个 得到一个挂像 要通过数 还有大元数这个影子 这个理呢 就出来了 就是五星升克制化之力 也包括呢 挂像分析的原则和方式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挂像 它就比较全面了 也是成千其后的 这样一个改进 所以说 它对六摇的发展呢 是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发展 那么稀罕 那是什么时候呢 公元清房生存的时代呢 是公元前77年 公元前77年 到公元前37年 大概呢 就是40岁的寿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六摇挂形成的体系 到现在来讲呢 最起码是2000年的一个历史了 这是六摇挂的一个形成 那么呢 在京房之后 到了北宋 北宋 那么北宋的蚂蚁道人 对京房的这个预测方式呢 又进行了一些改变 因为在史书上提到的 京房呢 只是对挂像进行了扒工 适应天干地支的一个安装方式 进行了改进 在起挂方式上呢 没有详尽的介绍 但是呢 到了北宋的蚂蚁道人 对起挂方式呢 做了改进 这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钱挂 用三个铜钱 或者三个硬币 去测挂的一个方式 通过少阴 少阳 老阴 老阳的一种挂像 把测挂方式 又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改进 那么这时候呢 六窑的体系 算是已经形成 一直呢 从北宋发展到现代 六窑体系呢 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说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六窑挂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960年到1127年 蚂蚁道人 存在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从金方 确立了这个八宫挂这个体系 到蚂蚁道人 对测挂方式进行了改变的 这中间又有一千年时间的一个演变 想一下 那么这中间 这中间呢 我们要经历过多少 经历过多少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运用 所以说呢 六窑挂 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体系 所以说呢 它的变动并不大 所以说 所谓的变动呢 只是一些研究者 用意者呢 做了一些考究 但是它基本的预测体系呢 并没有变 并没有变 那么呢 在后期的发展过程当中 又出现了什么呢 明朝 这就是对六窑挂的一些研究的 一些应用的一些书籍了 明朝的主要流行的是黄金册 据说呢 是刘伯温写的 段仪天机 不是全书 这是明朝的一些书籍 到了清朝呢 有遗隐 遗茂 不识正宗 增山不义 之类的书 那么到现在呢 最主要的人物呢 是邵卫华 医学态度 然后在六窑当中 比较有名气的 实际上呢 是王虎应 王虎应呢 他是以相法著称 以相法著称 所以说呢 王虎应老师的书 也是值得一看的 邵卫呢 只是提出了这个六窑预测 或者说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 他是一个化时代出现的一个人物 特定的时代 造就了他的态度的地位 但是看少老的书呢 实际上进步和偷破并不大 他说流传的 就是出来的书呢 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说对实战并不大 那么实战呢 王虎应的书 对吧 曲伟的书 黎韩晨的书 等等呢 都是 哎 怎么样啊 有一些实战意义的 但是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重点推荐的是 朱春斌先生写的书 他的书呢 最早的叫 中国摇钱古不讲义 之后呢 又改成为 股市真权 最终呢 以股市真权的形式定型 这种朱春斌老师呢 把六腰体系的理法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理 并且是在古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开脱性的总结性的一个学术研究 所以说呢 站在现在学习医学的一个角度来讲 朱春斌老师的书是必须要看的 那么呢 大家认为呢 朱春斌的老师的书 注意理法 王虎应的书呢 注意相法 所以说这两个体系呢 是学六腰的建议大家都看 所以说呢 也很有意思 陈呢 是等不到要不要什么呢 龙 对吧 虎呢 这个就是虎 所以说呢 这是六腰预测体系当中的两大理论 左青龙 右白虎 一个重理 一个重相 实际上呢 理相 并不分 理中有相 相中有理 这才是一学的一阴一阳 那么我们这个六腰占卜预测学的一个 从入门到精通的这样一个课程呢 主要是以朱春斌老师的中国腰前古部讲义 为体系去总结出来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体列 因为中国腰前古部讲义 或者说呢 股市真权 股市真权 大概呢 一百多万字 对于抽学者来讲呢 很多人是如宝山而空手而归 什么情况呢 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万字的书 看着的就头大 就头蒙 所以说书再好 不能呢 快速入门的话 很多人会弃而丢之 不去学 不去用 那么呢 我们通过这49的讲座 把这些内容的精华全部提炼出来 让大家快速的学习 我相信 很多看到这个视频的医学爱好者呢 应该看过股市真权 看过中国腰前古异讲义 了解朱春斌老师 但是呢 这套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当中 你能吸收到多少呢 我想大部分人拿着一看 像看很多书一样 拿着一看呢 就把书给扔掉不开了 因为什么呢 太多了 看不过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系呢 这套视频主要就是 讲解 周一预测 最基本的东西 我以朱春斌老师的 摇钱 古不讲义 为主要的一个参考书籍 再结合呢 王虎英老师的一些相法 李恒辰老师的一些 还有曲伟的老师的一些 综合的一块 去帮助大家快速的入门 快速的入门 好了 我们了解了六预挂的一个 它的一个怎么样 作用 了解了一个六预挂的一个发展方式 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下边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 六预占卜的一些注意事项 既然是占卜是预测嘛 它肯定有它的一些要求 那么六预占卜的时候 我们要具体要有哪些 要注意的呢 总为分为五个方向 第一个心称则灵 第二个无事不战 第三个呢意念专一 第四个呢一事一战 第五个呢不谋专事 如果说这中间有一条 你没有做到 那么呢挂项就有可能出现失准 心称则灵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个人就不相信占卜 不相信预测了 你就不要去测卦 另外一个 当你学了意学 学了预测之后 特别是六腰这种不定次的预测 通过意念传达的一个预测 如果说对方就没有一个预测的概念 你说我会算卦 我给你算算这个事情怎么样 看看好不好 对方都没有兴趣的情况下 你这样一说 人家可能会基于面子 配合着你做一下 但是这时候呢挂项未必算得准 这是很多医学爱好者 在刚入门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 要求别人去算卦 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尤其是在六腰预测方面 他不像八字预测 你的预测的分析代码是死的 出生世间一生都不变的 不像我们的面相 你脸上有个八 有个痴 对吧 这他都有鸡胸的标志 他是永远不会变的 面相就像我们对吧 个人写的一个人生经历和人生日记一样 你的点 你的痴长在眉心 它代表什么年龄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长在鼻头 它代表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耳朵上长个痴 它代表几岁 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都是面相去解决的 所以说看相呢 最简单 你可以理解为 我们用不同的符号 记录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过程 就相当于我用汉语 我能读懂 那么呢 这个面相写的人生经历呢 是用外语写的 那你不懂外语了 你就不懂 所以说呢 面相什么时候呢 都可以看 不管你对方信不信 你都可以去讲 因为这是他呈现出来的 而六腰挂象呢 他是用他的意念去呈现出来的 他就没有策挂的这个意念 你非强加任的策念 测挂 那挂象能准吗 肯定不准 所以说不要主动的去找人占卜 这是六腰预测的一个大计 当然了 如果说你非常想知道这个人的情况 对方呢 又不愿意占卜 那么了 你可以自己占卜 问对吧 某某某人 最近的运气怎么样 或者说他孩子考学 那么呢 能不能考上 他为整个的为这个是交心 而他呢 父母呢 孩子的父母 对吧 又不相信这个预测 你是孩子的干爸干妈 你会有疗预测 这时候你自己可以策挂 问某某某 这次考试能不能考上大学 你可以去主动的去带占 问他的事情 不能了他不相信策挂 你去让他占 这是要注意的 第二个呢 没事不沾 就是说你没有事情的话 你不要去碰卦 所以说不要去考量着 我有事没事 我去测个卦 问一下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要这样 如果这时候测了 你拿卦 不当回事 那么卦呢 也会拿你开玩笑 跟你回答一些是是而非的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有事情的时候 要沾 沾卦呢 要敬天为地 要有敬畏之心 那在古代呢 沾卦是非常有仪式的 要摘戒 要沐浴更衣 对吧 要上香 等等了一系列的流程 目的是干嘛呢 显得庄重 隆重 重视 而现在呢 包括很多求策者 或者很多预测师 都拿卦呢 不当回事 这时候呢 策卦出现失准 很正常 尤其是筹学战卦着 什么事呢 都测 这个呢 从学术上来讲 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 怎么样啊 敬畏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策卦的时候 意念要专一 不能说呢 我这时候心里面有A 有B 有C 等等了 我有这三件事情 意念不专一 我既想知道这个事情的趋势 也想知道这个事情的趋势 还想知道这个了 但是想来想去呢 算了 我就知道这个吧 其他了 我先不知道 当你心里面有很多疑惑的时候 一律过多这的话 你先不要策卦 你当你心里面固定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再静心再站 如果说你心不静 做着这个 想着这个 再想着这个的话 这时候呢 挂项也会出现跑题 所以说呢 最好不要这样站 静心后再站 这是最主要的 当然了 对一个有经验的挂师来讲 他会通过挂项的显示 知道你问的事情 挂项显示的和你心里问的不一样 然后呢 再通过挂项的显示 去分析你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这是呢 你技术成熟之后 可以呢 做到倒推 所以说这呢 更会显得你预测的精准和神奇 让客户呢 更加信任于你 这是呢 意念专一 意念一定要专一 再一个呢 就是一世一战 还是呢 这和意念专一 它是更深入的一个解读 不要呢 这个意念不专一 指的是什么 我心里面同时想很多事情 我都要 都想知道 这是意念不专 一世一战呢 指的是我一挂挂呢 就是分析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呢 特别是李寒陈老师的书 曲伟的书 特别提倡一挂多段 一个挂呢 既分析财运又分析事业 又分析婚姻感情 又分析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实际上呢 一个挂是一个事情的核心 能一个挂项能不能显出相关性的问题 不是呢 你测挂之前决定的 而是根据挂项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挂项的显示 看看这个挂有没有一挂多段的信息 而不是说呢 任何时候每一个挂就可以断出七大姑八大姨的所有事情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提倡一挂一断 一挂多段能不能呢 能 但是呢 要看具体的挂项显示 这个呢 不是我们人为决定的 所以说 不提倡一挂多段 再一个呢 不谋专事 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件事情 你通过客观的数据 市场调查了 数据分析了 推理研究了 你已经可以做出指导的话 做出决策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过度的一类挂项 一类挂项去做选择 特别是呢 很多人用股票去 用六一挂去测股票 那么测股票 对吧 你可能第一次测了 你测对了 你买了 赚钱了 第二次你又对了 又赚钱了 第三次又对了 然后诶 尝到甜头了 好了 我就专门了 就用这个挂去测股票 到这时候 你过度一类挂项 而抛开了这个技术层面的分析 抛开了这个公司的一些数据 新闻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挂项呢 会给你开玩笑 这时候你按照挂项的指示 可能买了就错了 买了就错了 所以说不谋专设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事情 你反反复复的用挂去测 测到不好的挂了 你不相信 测到挂好了挂了 你也不相信 反反复复的去测挂 这也叫某专设 坏着说呢 就像咱们本期的一些 也有一个学员 用挂 从咱们这个提供的案例上来讲 就用挂测他自己的学生 某某某 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 实际上呢 有几个挂就失准了 这个失准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没做具体的探讨 但是呢 他就犯了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就是用一个挂呢 去测专事 测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老师 学生可能少则呢 四五十个 多则呢 百八十个 都有 那么呢 你测 A学生 测完了 又想测B学生 又想测C学生 那么这个呢 就叫模专设 这时候有可能出现串挂 测A的时候显示B 测B的时候显示A 或者是显示B和C 当你不会区分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挂向失准 也很正常 为什么挂向失准呢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测挂的时候 出现了这五个问题当中的一个 甚至是多个出现了挂向失准 但是作为我们后期的学习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学习去判断 这个挂向 它究竟的一个显向模式 是不是失准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具体的一些挂向去解读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了测挂的具体 注意事项之后 我们要注意一些挂向的显示方式 因为最开始我们已经讲了 挂向呢 它是一个非常随机 非常智能的东西 我们挂向显示的是 我们心里边真心想问的 真实心态 而不是说口上问的 口是心非的这种情况 所以挂向显示呢 它周易呢 有什么简易 对吧 不易 和便易 它有这三大原则 所以说呢 在挂向的同时呢 也是怎么样啊 它会以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 显示你这个事情的 鸡雄祸福 所以在挂向出来的时候 不要考虑的太复杂 如果考虑的太复杂的话 要不是你思维出问题 要不就是这个挂向 本身就有问题 挂向显示呢 有五大原则 我们要掌握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简问多线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它和多问简线 出现了一个冲突 出现了一个对立 也就是你的问念越简单 挂向呢 它显示出来的信息呢 会越丰富 比如说我就问一件事 那么呢 问念很简单 挂向的显示信息 它就很丰富 和你直接告诉你 方方面面的情况 如果说你想问很多事情 这时候挂向显示也很复杂 并且每个你说问的问念 有可能呢 在挂向上都呈现 但是它就呈现出来了 就是好 或者不好 参考的信息 指导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大 所以说在策挂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问挂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问题提炼出来 自己最想解决的矛盾点 最想知道的趋势 在什么地方 就针对这个事情去问 就行了 不要考虑得太过于复杂 你复杂 挂向也复杂 解读起来也麻烦 第一个容易出错 第二个呢 信息呢 不够丰富 指导意义呢 并不大 第三个呢 就是出现振词硬笔 那么你这就是这么挂向显示的事情 与所问的事情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它会分为下边的两种情况 这还是好的 也有第三种 是什么呢 你就不关心挂向 你就不相信挂向 对吧 一测了之后 心就不成 所以它给你显示的 也是事实而非 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战词硬笔呢 是第四项和第五项的 必轻就重 比如说 你问的 我去某个地方办事 事情能不能办成 这个呢 也不能算是鸡毛算皮的小事 但是呢 在这时候挂向呢 可能未必会显示 你去办这个事情 成还是不成 而会显示 你去办这个事情呢 有没有意外之灾 这是最重要的 就像前几天呢 那个学员发的增山补义上的一个例子 营中求财 营中贸易 贸易呢 也基本上就做生意 求财了 挂向呢 没有显示出来 直接显示出来求财不求财的情况 直接 以一个动摇 发动 克适摇 冲克适摇来显示 这个我讲的直接是什么呢 对事情 其凶成败最直接的 就是动摇和适摇之间的关系 这是最直接的 动摇克适摇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麻烦 动摇生适摇 事情呢 就很顺利 等等了一些情况 我说的直接主要是指的动摇 像那个营中贸易呢 求财的 财摇是修求衰败的 但是它是个禁摇 说明什么呢 这个事情呢 求财肯定是没有了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显示 你去了 是有凶险的 虽然说啊 克适摇的寄生呢 是动画回头克了 但是呢 最终还是应凶 这就是一个指示的一个信息 所以卦象呢 会显示出来 与生死村王有关的重大事情 而舍弃你这个事情的击凶 因为这个时候击凶已经无所谓了 你赚钱或者你赔钱都无所谓 因为你命都没了 无论是赚钱和赔钱 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卦象会 必须轻 就重 比如说我去看演唱会 这个演唱会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的效果 他唱的歌我会不会喜欢 这个实际上的 卦象呢 如果说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 你去呢 有交通事故 有交通意外 甚至像现在一样 去了会演 什么有感染疫情的风险 那你就不要去了 开心不开心是小事 出现了一些意外呢 就是大事 所以说他会必轻就终 这个就是舍应尽不应远 你问一件事情 问的是五年 对吧 十年之后的事情 但是呢 卦象会告诉你 五年十年呢 这个呢 对你来讲并不重要 因为你眼前的事情呢 才是最需要解决的 眼前的事情 当下的事情解决不了 五年十年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呈现 所以说呢 在增山补义里边 有几个案例 问终生财富 终生这个官运 实际上的卦象就显示 你当下就自身难保了 还想之后的势头干嘛呢 对吧 所以说他会应尽不应远 那么必轻就重 应尽不应远 都是呢 占此应笔的 这样一个细节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卦象呢 有这种方式 在分析一个卦象的时候 我们呢 此刻就要把这五种 这是最少是这五种 怎么样啊 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些逻辑性 我们呢 怎么样呢 要把它 给它记到心里边 因为当特别是出现 卦象分析 与现实不复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重 是不是出现了 占此应笔 必轻就重 舍远求近 应近 这样一个情况 要说我们要 尤其要注重的 就是六腰占捕的 注意事项 还有呢 就是六腰挂的 一个显象方式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五个东西呢 那么我们通过 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得出了一个挂项 这个呢 在小节里边 我们对六腰挂项 要有个认知 那么一个完整的六腰挂项呢 首先 对吧 我们讲了 无念不战 那么问卦呢 肯定有事情 要有一个问卦的一个事情 一个问念 比如说这个挂呢 就是做这个项目 能否赚钱 它是以前腰为一个分析目标的 分析目标的 然后呢 我们通过腰挂 这个时候呢 这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主挂 主挂里边呢 有少阳 有老阳 有老阴 有少阴 等等呢 这样一些挂项 通过阴阳的变化 出现了动摇 出现了这个事情 极凶的趋势 好了 我们就根据这样去分析 当然还有呢 走成的挂项 摇挂的时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星煞 什么将星呢 文昌了 贼煞了 这一部分 还有呢 我们的一个六神的一个勾兑 青龙诸雀 勾尘 腾蛇 以及我们的主挂 还有变挂 这个呢 是一个变挂 它呢 是由主挂 而产生的 而产生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可以代表事情本身 这个可以代表事情趋势 通过本身到趋势的一个变化 我们知道怎么样啊 事情的一个极凶 所以说呢 一个完整的挂项呢 包含这个几个部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挂项呢 我们首先就是找到分析目标 在这个主挂当中 或者在这个整体的完整的挂项呈现当中 对吧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分析目标 第二个呢 通过挂项的一个变化 看到我们的一个发展趋势 再一个呢 我们根据这个发展趋势呢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也就是贯穿了我们六要预测的一个整个过程 那么像这个挂呢 是一个求财的挂 对吧 做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 我们简单来讲呢 它的目的呢 就是赚钱 那么这个赚钱的分析目标是哪一个呢 那不就是这个齐财子水吗 它就是能否赚钱的一个模式 它正好发动 发动呢 它就有变化 那么财肴子水发动变出个官轨 官轨呢 我们可以通过官轨的意向理解呢 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摘祸 代表官司 代表官非 所以说呢 那么肯定 根据这样 他求财的分析目标变出了官轨 那就是轻则呢 不赚钱 重则呢 官司缠身 对吧 我们分析这个财肴子水的状态的话 我们发展趋势从哪分析呢 从它子水的状态去分析 第一个五月 它和子水呢 形成个子五相冲 构成了月破 那么未日呢 又是克这个子水 月破 日克 它还是寻空的状态 寻空呢 也代表没有发生 月破呢 也可以代表没有发生 代表投资呢 要么呢 是还没有进行 要不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已经出现了破财 所以说呢 稳趋势 那么这样一来呢 现在不赚钱 再往后再继续投入呢 肯定变出鬼 肯定更麻烦 好了 这是不赚钱的原因 一个呢 就是大环境不好 也就是你从事这个项目 从日月呢 代表大环境就不好 因为既不是 它是不生你的 全部都是克你 让你衰败的 它就不好 第二个呢 还有什么呢 我们要参看 对吧 挂中的动摇 尘土动化 五火回头生 蓄土动化 四火回头生 这两个土是干嘛呢 土是克水的 又是克财的 所以说这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 外环境不好 那么呢 内环境也不行 日月代表外环境 挂中的动摇 代表内环境 分析的目标呢 代表事情本身 所以这样一来呢 外环境不行 内环境也不行 所以说你做了就是亏钱 内环境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拓展 世瑶呢 是个五火 代表呢 投资者 代表这个挂的战士人 那么呢 兄弟本身就是竞争者 对吧 求财的竞争者 可以代表竞争对手 那么兄弟又变出了父母四火 对吧 兄弟成统的变出了父母五火 世瑶是五火 那么这两个四火和五火 这两个火呢 在取向的时候 是不是也代表其他的竞争者呢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外环境 现在的投资环境 市场整体市场不好 第二个呢 内部市场这个 这个行业呢 竞争也非常大 别人呢 都比你有优势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去做呢 肯定亏钱 为啥别人对你有优势呢 蓄土 五月相生 未日呢 相帮助 尘土 五月相生 未日相帮助 并且都是动画回头生 有实力 对吧 那么市主有没有实力呢 也有实力 第一个 临着月见 他是有资本 有能力 有资金去做这个事的 第二个 临着未日 五位相合 被日见相合呢 也是怎么样啊 妄向的 所以说市要非常妄向 从实力上来讲呢 这个市主 并不逊色于兄弟 蓄土和兄弟尘土 甚至比他们实力更强 但是为啥人家做了 能赚钱 你做了不能赚钱呢 就是因为 这就归接到 你自身的运程的问题 攻击到风水的原因 或者说你在 次项目策划 项目定位上 出现的问题 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 我们就得出了 发展趋势 就可以根据这个趋势 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一讲 说主要的内容 那么呢 我们主要讲了什么呢 讲了一个六腰挂的一个体系的介绍 发展过程 包括测挂的注意事项 挂项显示的六 注意的五种方式 以及一个完整的一个挂项的一个呈现 我们通过挂项 给怎样去分析 分析到什么样的程度 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通过这样一节课的学习呢 大家对六腰挂顶 要有一个系统的认知 这就达到这样一节学习的目的了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